7月27日周一 美股三大股指上涨 本周将迎来谷歌 苹果 亚马逊 Facebook等科技公司财报 美国GDP等重磅经济数据 美联储货币政策以及美国国会 就财政刺激措施进行了谈判等事件 从周一的股市来看 大型科技股在财报发出之前集体走高 亚马逊被韦德布什和富国银行 分别将股价上调至3500美元和3600美元 上周刚刚公布连续四个季度喜人财报的特斯拉 在经历了前几个交易日的获利回吐之后 今日股价再次走高 上涨8.65% 另一点值得投资人关注的是 近期凶猛上涨的黄金价格 黄金期货价格周一突破每盎司1900美元 创历史最高收盘与盘中记录 推动金价上涨的因素 包括对于冠状病毒疫情打击全球经济的担忧 美元疲软以及投资者对于近期美股涨势 能否继续持续下去的担忧情绪 此外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·麦康奈尔 周一公布了共和党的新一轮1万亿美元的 新冠疫情救助计划 包括将扩大后的联邦失业保障 定为工人此前薪资的70% 以取代本周到期的每周600美元的失业补助 以及将分别直接向个人和夫妇支付1200美元和2400美元 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希望他们的提议 可以作为与民主党就可能通过国会两院的法案 进行谈判的起点